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来说 广电三法就是针对电视内容的规范 如果草率通过 影响恐比福茂黑箱还要打 举例来说 第五十届金钟奖落幕 大奖几乎有公式和有线电视难夸 Discovery的台湾制造大解密 国家地理频道的绽放《真台湾》 更是今晚节目介绍台湾多元产业的杰作 然而 现在台联提出的版本 恐是国内原本就很艰困的影视制作环境 更加恶劣 甚至比走境外节目 想想看 当你拿着遥控器 转了一圈 却只剩下一堆业配频道 你要到时候上线关掉电视 还是现在开始关心 修法过后 生活究竟有哪些变化 我们未来选择电视节目的方式 就像是选套餐 并在节目是基本配备 如果想再多点其他节目 再加价购买 于是 哪些电视台可使用公共资源 列入必在 就成为焦点所在 有人认为 只要列入加无线台就好 也有人认为 只要是无线频道的子弟兵都该列入 说到这里 大家一定觉得 基本上你的节目当然越多越好啊 如果将无线频道全纳入必在里 只要打开电视 至少有20台节目可供选择 但各位先回忆一下 最近一次看无线台是什么时候 所有的无线台都放送质量兼具的好节目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为何消费者无法自行选择必在内容呢 消费者不满意必在内容 还得购买其他节目 例如电影 旅游等 难道真的有省到钱吗 再来谈谈电视台赖以为生的广告收入 电视广告多寡取决于观众人数 当必在内容确定 越来越多的无线台和有线台一起抢食广告预算 我们想再看到16个夏天 两个爸爸等优质节目 恐怕越来越困难 无线台还能靠大量的订户数 确保稳定收入 有线台却得面临不稳定的订户数和广告锐减 进而欠缩这支节目的成本 如此稳赔不赚的生意 也难怪HBO Discovery频频喊话 垂出台湾市场 更离谱的是 在新版秀法内容中 保障民众权益 及原住民文化的原住民电视台 尽未被列入弊在频道里 不仅令我们质疑 台联提案动机在哪里 无线台早已脱离过去党政军把持 是百分之百的民营商业电视台 台联既想透过修法 希望回复过去老三台拱断收视率 和广告收入的年代 以公共性质为由 替民营商业无线电视业者护行 罔顾民众权益 电视节目市场本就有公益和商业内容的区别 政府若将公益性质的节目列入弊债 确保其拥有稳定资源做更多优质节目 当然为民所乐见 但若特定政党护行商业电视台 让其免去竞争机会 有大专业配财 使得劣币驱逐良币 不但是消费者的莫大悲哀 也是影视文化之时 大约和沙溜 高揚 感谢了 明镜需要您的意思 比较出表 Maintenant